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最可愛的VTuber 雪雨燕 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影片呢 是全新的傳說稀有 硝暗的伊邪娜美 沒想到黑藍眼這麼快就來了呢 這隻角色的強度如何呢 今天就跟著雪雨一起來看一下吧 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雪雨的頻道 也不妨偷偷你的銷售 訂閱一下唷 焦的伊邪娜美 二階進化為硝暗的伊邪娜美 設成400 價格4650 三連擊攻擊 對白色敵人極度傷害 20%機率渾身一擊 遠方範圍攻擊 召喚精靈 暫停 詛咒 裂部無效 伊邪娜美 於4月28 11點 於日版的超級貓咪技登入貓戰 目前算上雙小瓦 藍眼睛的數量已經到達了18隻 都是成雙成對的 在日本神話中 伊邪娜美跟伊邪娜奇 是日本神話 離開天PT的神弟 並且伊邪娜美為伊邪娜奇的妹妹 同時也為妻子 回到角色本身上來 伊邪娜美全身為黑色 外表顯得非常的帥氣 攻擊的特效也非常的帥 從上方釋放三道能量球 三連擊的範圍 直接變得肉眼可見 角色本身的數值也是很不錯的 30等就有破10萬的血量 單下傷害更是破5萬 50等血量18萬 單下傷害9萬 在數值的表現上 傷害跟血量比伊邪娜奇還少 不過射程比較遠 出招也比較快 攻擊方式則跟伊邪娜奇完全一樣 三下打在完全不同的區域 並且三下的間隔非常的短 傷害是幾乎不可能打在同一隻身上的 使用的方式更像是可以一次打近中遠三種距離的強力輸出 基礎傷害並不高 所以打屬性敵人是完全不行的 是對白色的超特化輸出手 雖然基礎傷害比伊邪娜奇低 不過本身具有渾身 若是渾身的話 布斯登單下高達28萬 傷害會是原來的15倍 傷害非常非常的誇張 在抗性上 伊邪娜美有個嚴重的缺點 就是他並沒有波動無效 這在藍眼裡面是首例的 有獵波無效 但沒有波動無效 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是兩個都有 不知道官方在想什麼 不過本身的獵波無效也是非常強了 面對50歐的烏魯禮以及河童 都非常好用 本身精靈具有的能力是 必定擊飛 必定暫停3秒 可以幫助伊邪娜美脫離危險 最後一點就是伊邪娜美跟伊邪娜奇差別最大的地方 就是伊邪娜美是範圍攻擊 並且射程還比較長 這兩點的優勢非常重要 範圍攻擊在面對混色敵人時 就不怕打不到主要的白色敵人了 總結來說 伊邪娜美是非常暴力的一隻輸出手 打擊面非常廣泛 可以打近中遠 具有範圍攻擊 也可以讓伊邪娜美 面對混色敵人時不像伊邪娜奇那樣 只打到單隻敵人 召喚的精靈 具有讓伊邪娜美氣死回生的功能 組織無效 更離不無效 也都很強 比較明顯的缺點是 沒有不動無效 跟打又屬性敵人時傷害很少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不知道這部影片是否有幫助到各位 如果幫助到各位的話 也不妨分享給神秘娜貓戰的朋友喔 喜歡的話也不要忘了給水魚更大大的讚 下次可以做更多的角色介紹 留言提的話 換來只有留言區提出 每次都會組織貓戰 不妨錯過很多朋友 也不妨開小鈴鐺喔 我是水魚 我們下次見 掰掰